淡水区北岛里因为地势关系长期以来 无自来水可以使用 有将近700多户的人口居民 在过去20多年来都是使用地下水 或者是买桶装水 而里长蔡正宗表示 在去年底经过地方名义代表 还有前里长的争取之下 今年自来水公司启动自来水接管工程 预计今年的4月底就可以完工 淡水区北岛里因为地势关系 长期以来接无自来水可以使用 将近有700多户的人口居民 在过去20多年来都是使用地下水 还有买桶装水 不过在去年底经过地方名义代表 还有前里长旅铁城的争取之下 今年自来水公司启动行中路北六县 沿线居民的自来水接管工程 我们很感谢这个之中 这个旅孙林立委 还有新北市淡水区的各个台北市的市议员 还有旅铁城里长 他从差不多民国100年起 就一直为了这个地方建设 一直在找相关的加拿钻用地 最后大家的协力之下 终于促成有人租用的这块用地 给我们使用 自来水公司表示 是在过去北岛里有三分之二的居民 没有自来水可以使用 而虽然争取了超过两三年的时间 问题都是卡在配水池加压站的用地取得问题 而现在大淳食品公司愿意提供工程 配水池加压站的土地 让工程得以顺利 旅长蔡正中也非常感谢各界的帮忙 让自来水渴望在今年可以完成送水 这次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立委 还有我们一些议员 以及我们的前理长 大家都努力的去争取 然后可以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就来施工 因为我们这边这条行中路周遭 大家的饮用水都要用去买桶装的水来喝 很久很久了 好几十年了 都这样子 而这次的话就是感谢我们公园处许教坡 许董事长捐出一块地来做水池 让我们这次自来水的工程 可以这么快的顺利来施工 我们这个工程的全长 差不多2500公尺 它预定是在行中路这边沿线 埋设2500公尺的200公里管线 另外分支的巷道里面 我们一定埋设100公里的管线 有2200公尺 另外我们就是要做两个加站 一个是在淡津公路二段这边 做一个40马力的加压站 另外在这个中间中继加压站 这边会有一个15马力的加压站 继续往上送 水公司表示这项工程经费 大约有4300多万元 将埋设将近5公里的主干管线 以及加新增一座加压站 还有40吨的配水池 各用户外线均采用不锈钢管线 而目前主干管已经大多都埋设完成 接下来将会进行配水池的工程作业 预计今年4月底前就可以完工 届时将可以提供在地居民 干净的自来水可以使用 记者许多安音乐学测报道